本土民主 反共 普罗政治 民生起义 myradio.hk 三百元及一千元門票 現已有售 扣票查詢請見 2467 3088 姐姐 今天水務處有人上來問我們有沒有交水費 是嗎?我早就交了 跟myradio的月費一起交的 是否遲了交? 不可能 可能他們吃飽飯沒事做 每個月我都在月尾交myradio月費 現在已經是月尾了 你交了月費未呢? 未交的話 就請到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 簡選你想支持的節目 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節目月費計劃 好 回到第四節 大香港早上 Halloween Halloween 今天第四節 因為星期五 又輕鬆一點 輕鬆一點 輕鬆一點 阿匡不在 阿匡不在 是啊 今天有湯姆 我、鄭松泰和湘傑 第四節說什麼呢? 因為昨天 我們說一說 海洋公園 做了一個 Halloween的開幕禮 其實 為何會選擇這個題目 都是有意思的 因為昨天在那個開幕禮裏 發表了一些 關於自由行 旅行 旅行 旅客人數 的一些言論 昨天的Halloween 今年是厲害的 今年是十五週年 你想想 搞就搞了十五年 我真的不說 而且當年一開幕 好像是拿大獎 不知道什麼國際遊樂場 不知道什麼大獎 即是這個Halloween 可人公園 Halloween 是在國際上出名的 我聽說 是一定不會 一定不會 Cup Budget的Department 我不知道 這件事 因為這個活動 真的賺到錢 應該賺大錢 看來應該 因為他今年十五週年 會再搞得更大型 他會說 全亞洲最大型的 萬聖節 盛事 這樣說 很厲害 但他很擔心 昨天我看到孔令城 孔令城 藉著這個揭幕禮 在這裡說 7月入園的人數 即入去海洋公園的人數 明顯的跌貨 8月雖然有改善 但總計來說 兩個月和去年同期比較 減少了15% 跌幅很明顯 主要是因為內地客 即是大陸客 減少了 現在海洋公園 會積極想想 如何開拓海外市場 包括 其實在印度和韓國 東南亞市場 都會設置一些公司 可能更加宣傳海洋公園 希望可以當地的旅客 來玩一下 昨天孔令城超級擔心 因為看那7月數據 那個人數跌了 其中跌得最大那一部分 就是大陸自由行的人 跌了40% 那好吧 我不是說好 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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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這樣 好事 至少 還有 如果是Halloween 你不是看人 你只是看鬼 你看見了那麼多 太多了 少許夠 最佳是看鬼 所以出來 又怎麼多 整個周圍都是這樣 這裏還會浪穿衣服 你想一下,如果有一群大陸人都堆穿了 但反過來,有一群本地的妹豬一起去 那你選什麼?你不用選 為什麼要選呢? 因為去年同期也有說,去年Halloween 其實都說跌得很厲害,跌了12% 去年說,不是去年入場升了 去年的說法就是本地客升了12% 但大陸的遊客就變少了 那就對,那就好 但今年的展望,大陸人是更加少 本地客就更加要去支持 首先第一點,很多人喜歡玩了十幾年 其實我也受過邀請 你受過邀請嗎? 你受過女兒嗎? 總之一番朋友,就受過邀請 我自己沒有應邀,就沒有去玩 但聽聞都非常好玩 你自己有沒有去玩過? 好玩?我那時候跟女兒同學去的 我知道 大力宣傳 不,因為始終香港,就這樣說 例如大陸,大陸根本沒有這些東西玩的 他不會有所謂鬼 無論可能 有這些叫猛鬼有落牆 這些全部是妖精 大陸人在海洋公園就已經是一個 是比鬼更可怕 但問題的就是,你去到Halloween 對於香港人來說是一個… 其實我想覺得十幾年了 其實我自己的朋友圈裡面 很多都會去玩過 是我自己的屎派人不去玩 意思是怎樣 你太少人而已 這些都叫做Halloween 這些都叫做鬼鬼鼓 我怕 等跟你做劇場的態度一樣 不是,我怕 這些都叫做熱血劇場 不是,我記得的 我有參與的 不要亂說話 我有參與的,排演的時候 你走過,這個就叫劇場 你又加把嘴 昨晚又不見你上來 不要說第二個節目 我想說,其實朋友圈裡面 大家都很平的 海洋公園的Halloween 是很平的 但近年就真的少聽了 主要都是逼 主要都是逼 而是否Halloween很逼 Halloween一向都很逼 但那個狀況 Halloween就這麼逼 但為何會少聽朋友去玩呢 除了可能跟我同代的年紀大之外 我想其實不止 就是狀況 狀況就是說 其實因為很多時候的印象在 因為除了Halloween的時段之外 其他的時段 都很多大陸人 逼人到混蛋 還有你會有很多新聞 你混亂的 究竟是在迪士尼掛空位 因為在海洋公園掛空位 我們最簡單 不夠記得的 我最簡單的例子 先播了夏禮姨那條片 好 很恐怖 我帶你第三次 今早 很恐怖 我只是想說 你為什麼以前沒有朋友去 你想想 夏禮姨我們想去看鬼 我已經很恐怖 很恐怖 首先我想說 夏禮姨是一個很出色的演員 很能夠 氣內氣惡 我不知道 總之在這個片段裡面 很能夠表現到那種恐怖感 令到我小弟十分恐懼 你有沒有看到他 你為什麼會被嚇發 台語港部的跳脫你也害怕 嚇到你 我覺得 因為他也是一個宣傳片 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其中有一套 剛才那個應該是 一條叫做 Walking Dead 即是陰陽街 陰陽街 類似的一個主題 叫什麼名字 即是Fox Fox Walking Dead 那個叫逃出陰屍路 其中一個遊戲 拍了這條片 去賣廣告 你經過 因為這是跟Fox合作 Fox拍了一套劇 亦叫做陰屍街 不知什麼 Walking Dead 中文人都叫什麼 我不知道叫什麼 是人都叫Walking Dead 沒有金人叫中文名 他就叫逃出陰屍路 於是他就拍了那裡作宣傳 你以為會很害怕 但你想想如果多大陸人的話 周圍都已經是這樣的情況 怕的程度就沒有 你沒有話題 你都沒有香港人去 你的朋友都不會去 因為剛才想說 你整天都感覺到 海洋公園、迪士尼等不同的樂園 雖然香港只有兩個 好像之前 Ian的摩擦 例遠都覺得是 例遠都只是暫時的 都只是暫時的 但有印象 有很多大陸人 很煩 之前有很多新聞 明星都會 專家黃語去的 明星自己組團 明星媽媽幾個 真正明星 都去頂不住大陸人 都去上載Facebook 那時候都被解僱了 有這樣的印象 令到很多時候 香港人或朋友 都不願意去 尤其是萬聖節 所以哈佬衛更加離譜 你可能會有裝扮 是啊 你已經想著裝扮到 覺得自己很奇形怪狀 你一去到 看到那個大陸人在 貓在那裡 然後拉大腳 那個裝扮是甚麼 那個都不夠害怕 最怕是大陸人 不懂事 大陸人是不懂事 以為你工作人員 打扮 以為你工作人員 現在你工作人員 肚子玩一下 肚子玩一下 然後說 我嚇你 然後說 做甚麼事 現在看不起大陸人 沒錢 你連一個符 假裝殭屍 什麼殭屍 聖巴利 大陸人真的會誤以為 他不知道 整個街道都是這樣玩 尤其是入了海洋公園 很多人都是這樣玩 所以我覺得孔靈城 不用擔心 今年其實香港人一定會多 今年一定會多一點 還有一些影片 例如你看到的就是 這個可能你覺得 夏威夷這個不夠驚嚇 我們找了一條 就是新假期 所以其實是 它有一個新的遊戲 今年特別搞的 那個遊戲真的挺硬 我們看一看 我們看一看 我們播放一點 因為始終都是其他媒體 剛才那個遊戲 那個叫H15 H15應該是Halloween十五年 是十五周年的名字 是今年的 夏威夷全日制十五周年 他簡稱H15 剛才那個 什麼一人零床 那個遊戲是玩什麼呢 那個遊戲就是玩頭七 很興奮 我看到我超興奮 我心想現在不是兩個人 躺在一張床 這就是敗筆之處 超敗筆啊 你搞過 超敗筆 剛才看那條片 整場都很興奮 然後你就想 你那雙人床 你說是否更加過癮 那個遊戲是玩什麼 那個遊戲就是你要是預先去預約的 現在聽說之前那陣預約已經爆了 但是因為昨天的所謂開幕 就是因為大家熱烈 好像今天開始 又重新預約 下午 大家留意一下 但是那個好玩就是 你是一個人玩 你被人綁在停屍間的那張 即是你死了 然後你綁在那張 類似停屍運送的病床之類的東西 然後你經過殯儀館 然後破地獄 火化 不是 一開始才恐怖 這個設計很划算 一開始 你躺在那裡 然後還要綁住你 綁住你才行 綁住你 然後推你過去 推你過去 那個閘 有些水在那裡吊著 好像推另一個空間 那個場景 整個好像推你進去火化 沒有兩種分別 有你的黑白照片 然後你推進去 還要是 聽說到最後是要喝孟婆湯才能出來 對 還有另外一個划算的地方 就是他這樣一邊推你 他綁住你 你自己又不能動 你只是頭在那裡看 可以 然後因為自己動不了 如果你走跪了 你走跪了 各樣你都可以避 是不是 你可以走快兩步 他主阻了你的移動 這裡夠恐怖 慢一點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兩個人玩的 兩個人 你剛才說是三個人 兩女一個男 男一夾在中間 綁住一起笑 但我們的意思是什麼 很多時候 香港其實 我們平時去節日 起慶 其實現在我們不知為何 好像沒有一個 很好的預期 或者大家很歡樂的氣氛 理論上其實現在大家這麼差 搞來搞你想想 連那些旺角大媽 即不是旺角大媽 那些Sugar Baby 你也拿出來談的時候 其實是有 Sugar Baby是值得談談的 是嗎 即是奇觀 我覺得是 你現在海洋公園 或者主題公園 少了大陸人 大家就開心 應該玩 所以其實你反面是告訴你 為何當時說要自由行 要削減一千多個星星 是因為最基本的 我們連在日常生活裡面 打算是有少少在節日裡面 跟平時不同的那種起慶氣氛 即是起慶的氣氛 不同都沒有 但今年Halloween的話 我自己也期待 坦白說 還有我自己覺得 其實大陸人 究竟懂不懂得欣賞這些文化 因為他們一直都不能說這些東西 即是你說 老實說大陸的那些 靈堂 或者那些做法 其實我想跟香港很不同 我自己不是很清楚 但我猜 因為他們這麼多禁忌的各樣 可能近年多了很多花神 但近年多了很多 但以前一直下來 可能他們 沒有了很多宗教儀式 相關的東西 你說去回 如果他們去到這些類似 Halloween 或者鬼屋類似的東西 他們其實是否懂得欣賞 他們可能會覺得 你怎麼搞的 這裏 這裏的額錢 反而又回頭 例如你回頭 我們的電影 我們的流行文化 都是很多用這個 要是警察館 要是靈堂 要做個背景 當然是醫院 但是 人人都會去過靈堂 但你沒試過自己被人綁起來 然後送進去 我想裡面的鬼屋 肯定有很多綠燈 綠燈只有香港才認識 這種文化 只有香港才會用綠燈去打鬼屋 所以其實今節不是做海洋公園特輯 其實我想 如果去 請我們去 如果可以贊助我們 我們是不介意的 OK 其實《月夜時報》 只要特約記者去 也可以 聊聊聊 因為始終有一件事 坦白說 我們所謂的Halloween 其實不是外來的 是外來的 但是作為一種 在香港變成一種 香港人 從懶貴方開始 當然是跟這個承哲民有關 但是 變成一個節日 我們會慶祝的話 其實是特別香港的地方 說實話 香港的玩法 不是很外國傳統的玩法 不會說真的 有些中產家庭 都會的 可能住半山 就跟那些年輕人 小朋友的裝扮 去旁邊的屋敲門 去裸躺 但是大部分 普遍來講 香港人 其實不是用所謂 外國傳統的方式 去慶祝這些節日 現在其實 你說鬼節 鬼節來說 Halloween來說 Halloween 其實是一個印象 我聽眾在外面說 如果是大陸人 的話 是間仕 你被人綁在這裡 你帶了一個公園 你被人綁住了 好像 我不想說太過重口味 你想想一下 夏威夷那種 不要說這些 太過重口味 所以我覺得 今年 特別是 尤其是第一年 一簽多行 是少了 希望真的 然後真的 少了自由行 其實香港人 其實很應該支持 自己本地的遊樂場 如果沒有什麼地方 特別好去玩 這個也不實為一個 一個好選擇 一個好選擇 以前 所謂的一群朋友 都是腰弱去的 當然是有男有女 大家都明白 想搞什麼 想搞什麼 這次你還有綁住 綁住 我都在床上 你不立即跑去做植鬼 你可能 一個不小心地 走在旁邊 放置位置 你是推著床 那位 你很開心 通常悲劇就是那晚發生的 你很開心 你都很興奮 那好吧 今天第四節差不多了 我們不做太長了 剛剛十點鐘 那有什麼補充要補充嗎 有啊 是的 有啊 今個星期日 就是最新一期熱血時報派發的日子 大家留意著我們 即是不同街站和時報報道的宣傳 今個星期的主題是做這個港中大戰 哦 港中足球大戰 世界魅來魅力賽 如果大家記得的星期日 就一定要拿回二條時報 當日下午我們都如常在旺角賽街 就有一個叫賽街的論壇街站 祖宜巴 還有我們一些其他手足都會下去 至於我也是會去屯門 你繼續去屯門拍屯門 你這麼有空的 為什麼湯姆 我也很忙 不過我覺得阿康應該多謝他 星期日還有同樣時間 就是下午十二點到下午五點鐘 就是熱血貓民在普羅政治學院 有一個第一次搞的貓隻領養活動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同樣湯姆你也是沒有份的 星期日呢 星期日要有新劇場做 星期日晚上十一點 對呀 這個華夏上班族 你的名字都記不住 華夏上班族 今個星期日我們有一個新的熱血劇場 就是網台 就是華夏上班族 十一點半正式開播 你是主角 我是其中一位演員 你叫Humbo 對呀 你看我多humbo 其中一位演員 剛才出了照片 聰明 讓我看一張照片 先看看圖片吧 真是型輪度 領導主演有韓濱 韓濱稱叫亞歷山大 是啊 Karence又叫九利申啡 九利申啡 真是很棒 我的名字叫Humbo 人如其名 今個星期日十一 聽到你旁邊有很多粗口 沒有呀 你還聽呀 十一點半正式在熱血時報 online開播 期待呀 是不是直接直播的 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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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坦白的 這樣就真的 我就想看你多humble 我真是很humble 好 今個星期我們有很多活動 大家留意報紙 孖文 以及熱血劇場 會在晚上十點 十一點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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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今天時間差不多 我們今晚熱血政治再見 阿康 下次見 拜拜